口紅可以強一點弱一點這樣子 然後呢還可以設定美顏 到底是美 眼型到底是要 鵝蛋型呢還是要長型的 好隨便設定 各位大家好 我們在做直視的美肌直播的時候 可能在賣衣服可能在賣首飾 你可能會連接兩個鏡頭 第一個鏡頭啊會照的這個是物品 然後呢第二個鏡頭 你可能會用美肌的相機 然後照著主持人的自己 那直播的過程中 你也希望能夠切換 能不能達成這樣 當然是可以的 我們可能要連接一個就是視訊的導播機 以這個為例叫做Anton mini Pro 你看喔他這邊有四路的 HDMI的輸入 然後有一路的這個USB的輸出 然後呢還有一路的HDMI輸出就可以接這個電視的螢幕 那在直播的過程中 你就可以用你的手去控制說 這個 目前的視訊來源是什麼 視訊一就是這個 珠寶 或者是一些文件 然後呢 視訊二呢就是照著這個是我主持人這邊 我們這一集主要的要介紹大家是 如何使用導播機做這個 直視的美肌直播 那 並不是你想要做這麼簡單啦 因為你做出來的結果 並不會像我這樣子 視訊一是這個 文件 然後視訊二是這個美肌 而且是直立的呈現 你做出來不會是這樣子的 你做還是長這樣子 他不會呈現的是全螢幕 他只會呈現的是這樣子 就是 這位是 9比16 他只會呈現到中間的這一塊 為什麼會長這樣子 因為我們一般的USB HUB的HDMI輸出 他在呈現這個 直視的時候 他不會 預期是這樣子 一般我們的電視螢幕是給 消費者大眾看的 你不可能在家裡把電視轉成90度 不可能 但我們直播是需要的 我們直播不是要餵給電視 我們直播是需要餵給這個導播機 然後進入電腦OBS OBS可以做處理 所以沒有問題 但是這種設計是給消費者用的 他不會 轉成90度 所以啊 我們今天節目就要告訴大家說 如何用你的導播機 做直視的美機直播 有分成兩部分 第一個是 直視的處理 第二個是 美機的處理 到底美機要在哪裡處理 是有這個前端的攝影機處理好呢 還是由電腦的OBS去做處理 你想想看喔 我們現在是連接這個導播機 所有的視訊都會從這邊的USB出來連接到這個電腦的OBS上面 如果你由 這個 電腦OBS去處理美機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你每一路1234的那個視訊 全部都會做美機 你預期只要一路 這一路 趙主持人的這一路去做美機就好了 可是呢 事實上你每一路都會做到美機 所以啊你要連接導播機做美機的效果 你不可以由OBS去處理 一定要由前端的攝影機 那我們這節目就是要告訴大家怎麼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這是視訊的導播機 我們先連接 最簡單的造物品的這一個攝影機 我們連接到HDMI1 然後HDMI2的地方我要連接這個 手機當成美機的相機 好那我們剛才提過說 這個東西呀你不能夠用一般的USB的HUB 因為這個USB的HUB他沒辦法呈現直式的全螢幕 OK好我們先慢慢接來跟大家說明 首先先連接這個導播機的電源 然後USB Webcam出來的地方連接到電腦 好這個電腦的USB連到 這邊喔 HDMI1的地方連接這個文件攝影機 好連接上來了 那我們先看 然後再接這樣電源 好 然後呢我們先將 文件攝影機的畫面打開來 你看 這個就造你的珠寶 再來呢就是我們要用你的安卓手機當成是一個美機的相機 這個有很多的 問題要處理你可以在隨便在Google Play下載一些美機的相機 可是啊他都會產生一個問題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 這邊都有些 Icon啊這邊圓圈圈啊 什麼閃電啊 還有什麼放大一倍兩倍 這種APP是不適合你使用的 你要找到一款適當的APP 他可以調整你的一些 參數什麼 膚質啊 臉型啊 美顏啊 什麼什麼的 美妝 都可以了 好那我們調比較誇張一點 這樣子 好然後呢臉型我調成這個 小朋友 或者是這個 鵝蛋臉 或者是鵝蛋臉這樣子 就已經非常的誇張了你看 這樣 然後呢最後你再按這個一點 他就全螢幕就呈現乾乾淨淨的 他就沒有什麼Icon了 然後呢我們要將這樣的畫面 全螢幕的投影到你的這個 Anton mini Pro上面 就是導播機上面 我們不能用一般的Hub 一般的Hub就是剛才會看到會有 會有這個 上下黑邊的問題 我們採用我們公司的這一款 這個叫做 手機直視全螢幕的投影器 這邊啦就是將你的手機連接USB的數據線 HDMI輸出等一下就連接到這個導播機上面 好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實際接著看 我們先將HDMI連接上來 連接到HDMI2的地方 然後呢接上電源 然後呢連接這個 數據線 數據線的地方再連接到我們的這個手機上面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就有開始了 投影出去 你調過來 開始就投影出去了 有沒有 畫面就投影到上面了 好 等一下這樣的畫面呢 也會呈現到你的電腦OBS上面 我們再打開剛才那個美機 打開來了 你看 這時候畫面就呈現全螢幕了 好我再把它架上去 我們已經將美機架在上面了 等下這個就負責照主持人 然後呢這就照文件 就這樣子 切換切換切換 好 那你會發現說奇怪 這個美機的地方 這還是有點黑邊 那是因為啊現在手機是越做越長 以前是 16比9 16比9 那現在呢可能做到20比9 所以他就越做越長 啊這個比例就是16比9當然會有黑邊的問題 那我們等一下就也透過電腦的OBS去把它給處理掉就可以了 導播機的這個 USB的webcam輸出就連到電腦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要接一支外接的麥克風 外接麥克風這支是USB的介面 我就連接到這邊來 那我們打開OBS去做一些設定 打開OBS之後呢 我們要先設定最後出來的畫面 以這個為例我們這邊要設定成這個 9比16 怎麼設定呢這邊設定 到這個設定這邊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影像這邊請你打 顛倒的1080x1920 第二個也打1080x1920 然後這邊可以打60幀或者是30幀都沒有關係 好然後按確認 然後最重要的地方還有就是那個 這個輸出的地方 因為你這邊要串流嘛 也要打這邊要打1080x1920 然後位元率呢 你也要打 大概是5000左右 打5000吧 然後 再下來也是一樣 OK 大概就這樣子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地方要選這個 NVIDIA的壓縮 有NVIDIA就選NVIDIA如果沒有就選這個 Intel的這個壓縮 如果根本沒有的話那沒辦法就只能選X264 最好就選這個NVIDIA 好按套用 確認 OK然後呢接下來我們要抓這個 視訊裝置 視訊裝置就是我們那個導播機嘛 就是這個 BND的這一款 這一款 好 抓到了 然後要把這個畫面轉90度 旋轉90度 這樣子 然後呢 再把上面的 給拉掉就好了 這樣子 你看就這樣照著我 只有美肌效果 然後再來就抓聲音 這邊有一個擷取音效輸入 不是擷取音效輸出喔 是擷取音效輸入 你就打 MIC 然後呢去抓你的 麥克風 這是我麥克風是外接的這一支麥克風 他的名字叫做那個 310的這一個 然後我們就去抓 這個 好 確認 OK 好啦 這樣就最基本的 影像跟聲音都有了 好我可以用我的手指去控制 1就是照這個商品 然後呢 2就是照我 這樣子 這樣就達成一個 可以做視訊切換的 直視的美肌的直播了 當然啦我們 今天要做美肌的這個直播 一定要在前端做掉 我們用手機去做 用這一支手機 那我們要必須要特殊的一個轉換器叫做 手機直視直播的轉換器 就是這一款 那他就可以讓你的影像 直視的百分之百呈現到你電視螢幕上面去 然後啊這個東西啊 他有些小小的一些 熱鍵可以設定 像他這邊有一個一點 這邊 USB的下面這邊有一點 他就是一個循環模式 按下去就是顛倒的呈現 再按下去就就呈現直視的 我們試一次給你看 按下去 你看有沒有顛倒的呈現 好再按一下 再按下去 這個畫面是不是就跟剛剛我們的那個 USB hub出來的畫面是一樣的 所以啊你就先連接好是直視的 然後呢你在下面的這個 按鍵 就可以了 OK 那這款是針對於做 直播方面 而設計的這個 這個這個 轉換器 那 有人說啊那為什麼不能夠呈現這樣的畫面 你看嘛我呈現這樣的畫面 我再到電腦OBS去做處理就好了 可是你現在要想想看喔 你現在是連接的是導播機喔 當你處理完這個的畫面之後 全部的畫面也會跟著一起處理掉 所以你 你把這畫面把它變成90度然後把黑邊碼砍掉之後 你這邊的畫面也只會剩下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方法是不是用在導播機 如果你是單獨的連接到你的OBS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沒有問題 但是 雖然沒有問題 但是你浪費的解析度是非常非常的多 為什麼呢 你看 這邊的黑邊是佔多少 這整片是1080P 他就佔這一塊而已這一塊是 1%都不到 也就是說啊 真的影像這麼多你用的面積只有不到1%的1080P 可想而知你的解析度是非常非常的爛 你直播出來的畫質就會有顆粒 還有一些 類似於馬賽克的那種效果 就是因為你已經把上面的黑邊都砍掉 一把拉長 這個方法就很不適合用在 手機的這個 直視直播 上面 我們必須要讓他呈現的是 就是 這個樣子 這麼多的面積 100%的呈現出來 給我們OBS使用 這樣你做出來的直播的效果才會最漂亮的 就這樣看不下這個樣子 就這樣看不下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就夠了 我不可以做到 但是我會把這個樣子都用了 這個樣子就夠了